大家好 今天來點不一樣的 重拾我40年前的樂趣 這是一把民謠吉他 我在當海軍的時候 我們一無一 就是每個男生只要你身體健康 以前都要去當兵 那我是當海軍三年 所以我在船上的日子很長 所以我就帶一把吉他 那後來這一把吉他 是我們海軍去東木艦隊 到韓國去 在釜山靠港的時候買的 那有紀念性 其實我40年沒有彈了 最近去公司或工作室拿來 就是他的弦都秀死了 我重新再整理 我覺得說以前覺得說 就是用吉他來配銷是很好的 但是我以前就是自彈自唱 就是民歌的時代 那也取消的話是自己一個人 如果說你是用吉他的話 很多同僚就可以一起唱歌 這是伴奏很方便的 所以我在船上的時間 就是彈吉他 有幾非常Romantic 就是航行中在夕陽下 然後在船尾 船尾就是一條船 比較穩定的地方 我們那時候是驅逐艦 是戰艦 一直一級戰艦 但是他跑得很快 會上下抖動 當然在船尾是最穩定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沒事的同僚 就在船尾那邊彈唱 看著夕陽西下 這個感覺蠻好的 所以很懷念 所以說我現在把這個 這吉他修理好 這幾天 昨天修好 今天這個手很痛 那很痛的時候 我看好像可以買一個紙套 所以說我有空來再彈一彈 那來配銷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做兩次的路 這一次就是 把這個墊底的吉他墊一下 然後後續再來吹銷 就像伴奏樂器一樣 那如果兩個人一起的話 那是最好 就是比較會有默契 那我今天用這個 一首非常有正面的 這個積極鼓勵作用的 很多老就是像這樣年紀的 五十年代的人 會喜歡的 我們用民國來講 四四年級 四十多年 四十四年級的人呢 會比較懷念的歌曲 就是舊皮鄉的流浪兒 古培心的流浪裡 他就是一個人 帶著這個舊皮鄉 離開故鄉 出外去奮鬥 那我用這個吉他 來可以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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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